《混年时间》 《白色和黄色的菊花》 它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 古斯塔夫·卡耶伯特 这也是《混年时间》第七次 介绍到这位画家的作品 它许多作品表现的是 现代的都市和现代人的生活 而这一幅描绘的是花园中的景象 创作于1893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马蒙丹莫奈美术馆 这幅画作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气息 画面的色彩缤纷 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话说卡耶伯特和莫奈是好友 有时候他们还会交换花的种子 讨论一下洋花的心得 他们也喜欢在花园中绘画 感受、光线、变化之下 花朵呈现的色彩感 下一集我们将欣赏一幅日本画家的作品 汇宁时间法国巴黎 看我来!! 总之统统统了